大家发财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台北股市今天非常的黏 为什么用黏这个字来形容呢 各位看 只要它往上走就压回 往上走就压回 也就是说 好像有一个很强的地心引力 各位 这一条黄色的线 你就把它当成是怎么样 地球表面 它是怎么样 跳上去就怎么样 掉下来 跳不高的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力呢 这就代表台北股市 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阶 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看 我今天要花多一咪咪的时间 干什么 讲大盘 平常我不想浪费时间 各位注意看 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说如果有一天 这里C 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左肩 那么这个就是右肩 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M头 那你做空就大转 对不对 老船长讲的很有道理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它会不会往下走 还是说 它呢 会再上来一点点 只要比左肩低嘛 那么再上来一点点 再下去 也有可能啊 是不是 老船长 你跟我们讲答案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你们看成交量就知道答案 现在台北股市 注意看哦 这个成交量保证哦 老船长保证什么 保证没有办法 让大家都吃得饱 老船长你在讲废话 我没有在讲废话 是你们没有静下来想 你们现在满脑子就是怎么样 我只做多 但是呢 现在问题出在量缩下来了 那这个量缩下来的话 那这个量缩下来的话 你只做多 那你去想哦 现在很多的电子股哦 已经来到了高档区了 我举例 散热模组 散热模组 我每天讲 它就一直涨涨涨 涨到怎么样 创新高 今天操纵啊 又再创新高 大家看一下 没有错嘛 操纵我说 它是散热模组的 爬涨 爬涨就是第一名的意思嘛 没有错嘛 省准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了 电子股之庞大 那台北股市没有量 你这个族群已经冲得这么高了 那人家可能会说 那你先 你休息一下 换别的族群 大家要知道 这个阻力哦 它在这个电子族群里面 它在里面哦 大家知道意思吗 可是它会发现 到了一定的高档的程度的时候 大盘的量跟不出来 散户不敢追 你们敢买这个吗 超重 不敢嘛 所以呢 我认为这些资金 它们会悄悄的 从最强势的电子族群怎么样 测出来 转战 注意听哦 老船长 我知道了啦 转战哦 那个哦 人家讲天龙跟地虎 转战那个地虎的电子股 那你就玩了一个蛋 招了一个高啊 老船长什么意思 因为台北股市除了散热模组 它是一个非常怎么样 漂亮都在高档的族群 而且被老船长预告 神准预告 神准预告 果然实现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族群呢 倒的倒 死的死 哎 还有跌到下面去的 那你说这些资金 出来去帮你们解套 那个筹码都很乱的 我举例啊 被动元件啊 有可能从散热模组的资金出来 拉被动元件 各位观众不要开玩笑 被动元件的股本多大 散戏人手一张啊 没有这么笨的阻力啊 而且被动元件 我个人觉得还没有跌完啊 因为它的基本面是趋势是往下的 过去被动元件我说过 它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啊 那个都过了 好不好 国具啊 EPS哦 78块 举例啦 那个过去了 现在没有了 大家懂吗 而且衰退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们不要去买那个 便宜的电子股 我今天这个节目啊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就是最强的族群 我认为主力它会撤出来 它不可能一直拉嘛 一直涨嘛 对不对 那么撤出来的原因 我刚刚讲了 因为大盘的整个量不够 所以啊 升多周少 那这个资金撤出来 它会去哪里 各位想想看 天龙地虎 地虎的电子股 人家没有那么笨啦 人家是主力 不会去帮你拉解套 或是拉上来 让你少赔一点 不可能 他们的这个资金啊 它会跑去怎么样 大家手上比较没有的 底部呢 打得够久的 老船长 你可不可以讲明一点 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 转到这里啦 转到各位投资朋友 都不认同的传统产业股 举例 这一档 老船长这一档是叉叉叉叉叉 对啊 你只要会通灵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 现在就可以用通灵的方式 知道这是哪一档 好不好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不需要通灵 你就会直接知道 对不对 不然请问一下 我告诉我的会员 买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怎么通知你 你不是会员嘛 你也不能够强人所难 对不对 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也让大家非常方便 最低的门槛 能够怎么样 加入我的会员 你们有没有 好好的利用把握 我不知道 那如果你的节奏是 先做散热模组 然后资金呢 转到这一档 传统产业股 当然我说过 你们不会认同 不会认同很正常啦 如果这个散户认同的话 那就完蛋了嘛 散户现在认同的是什么 台面上在讲被动元件好的 因为那个比较好招收 猪脑袋会员嘛 只有它可以帮助你解套 被动元件 对不对 因为你买都输死嘛 它买都是怎么样 低买高卖嘛 对不对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们加入 就一个字挂 怎么会这样 节目上听它说都是 被动元件它第一名啊 一定是低买高卖啊 股价它都可以预测啊 都算得出来啊 参加之后就是挂掉 不要大惊小怪 我不是跟你讲吗 最近两岸这个谦和异的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对不对 前他的前一生就是爱股轩嘛 台湾很多的股民也都知道嘛 那你要知道喔 这个时候就有所比较了喔 台湾的分析师言论是非常自由的喔 一定比对面的那边的市场要来的自由啊 我跟你保证 对不对 我们这边你看很多老师上节目胡说八道 要查不查 看要不要做动作而已嘛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一定是没有动作嘛 所以那些人他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怎么样 每天上节目骗嘛 是不是 那你看老船长我的节目喔 我讲在前面 其实一个分析师要抓 电子股这么多族群要抓一个族群说 会创新高 会最强 这个你 台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位 大概只有我一位 就散热模组 就大家现在有目共睹 对不对 今天操纵不得了了 再喷 但是呢我跟你们说喔 散热模组喔 差不多要撤了 那我没有办法通知你 你不要怪我 你呢看节目喔 在那边自己操作 不参加会员 然后你赚钱我恭喜你 你输钱你骂我 欸 举头三尺有神明的 做人处事 可以这样吗 欸好像不行欸老船长 你讲的很有道理啊 对不对 对嘛 所以我常说你赚钱我恭喜你 因为你们在电视机的另外一边嘛 我没有办法限制你们说 你们都不要买 像有些头顾老师很搞笑 欸我的节目喔 我这个那个喔 你们都不要买 你们通通都不要买 记得喔不能买喔 讲给鬼听啦 电视观众要不要买 你管得着吗 所以我不会讲那种白痴话 我会说 我没有办法去限制你们买不买 但是呢 我会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自己乱买 至于你要乱买 我也没办法 我讲这个才叫做怎么样 事实的真相嘛 那你买了赚钱恭喜啊 那你赔钱自己负责 最起码 散热模组这个族群是这样走的 你还赔钱 没话讲 如果我跟你讲的是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是这样死的 那你去买 你说你骂我 我觉得合理啊 因为头顾分析师喔 连最弱势的族群都不知道 还带会员去买 该骂 对吧 我不一样喔 我还叫你们不要去碰 被动元件喔 老船长真的耶 好 那既然大家节目 看到这边 如果觉得我是讲得非常 合情合理的话 那下半段节目 我再用力讲一点 好不好 导播我们先进行一下广告 贪婪与恐惧 迅速累积财富 实现人生的梦想 速播智能专线 02-8101-0630-XT Santo 8101-0630-XT Santo 古海股城 投资充满挑战与风险 现代就让红参长用人工智能 带您突破困境 克服贪婪及恐惧 迅速累积财富实现人生的梦想 速播智能专线02-8101-0630 8101-0630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节目上半段的重点 请大家要记好 因为台北股市量出不来 它这个地方有机会 有机会我没有说一定 有机会是就算再高一点 它搞不好有机会变成右肩 那么这个右肩万一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非常的凄惨无比 那有一个人我一直说他是笑 现在大家都认同 他的名字叫川普 对岸管他叫特朗普 不管是川普 或是特朗普 一律老船长都认为他是笑 今天热腾腾的消息 川普他讲话 他说习近平习主席 现在已经不是 我非常友好的朋友了 他前一阵子不是说习主席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摆明了 说已经不是了 为了谁在谜 因为对岸不跟他买黄豆 他现在急了 因为他的大票仓 川普的大票仓是务农的 种黄豆的 那怎么办呢 我要加你3000亿的关税 又开始在那边跳 然后在那边说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怎样 那现在两边僵在那边 我是说万一川普那个笑 他又说要加关税 而且真的做的话 3000亿不要一次来嘛 先加个500 这个就下去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时势的变化 那个不是谷海老船长会预先知道的 我不是金光党 我不会告诉你 川普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要观察这样的重点 那就算 注意哦 就算现在两边僵持在那边不动 那这个大盘也是没有量 因为大家观望 所以我上半段节目说 主力应该会从散热模组测出来 然后资金转到什么 传统产业股 那么传统产业股分成两大类 我再补充 资金出来不会到那个低价位的电子股 不会 跌死摔死的 不会 没有那么笨的主力 进去帮你们拉抬 没有那回事 它会到传统产业股 因为传统产业股 它的筹码比较干净 散户都没有 散户也都不喜欢 散户不认同 那我的节目 我不是要做给散户认同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我举个例子 2801 这是金融股 你说不是电子股的话 就叫传统产业 也可以啦 金融股也是传统产业嘛 对不对 各位观众 这个会输电子股吗 不会 但是呢 大家都不会去买金融股 因为过去金融股的历史的这个 包袱啊 还有它过去的这些记录啊 太糟糕了 投资人去做都输死 所以呢大家都 你金融股你涨你的 我都当做你不存在 各位记得哦 那我刚刚说过这个资金出来之后 它会不会去买金融股 我认为机会不大 因为你看张银已经涨这样 很多金融股都涨这样了 他再去买这样 他是不是等于是帮这些金融股 现有持有者 抬教 这些阻力没有那么笨 那他们 我认为他们最有可能会怎么样 去寻找传统产业股 里面 整理的时间 有了 够了 而且呢 散户都没有了 散户都不认同了 重点是 股本要大一点 因为你这边出来的资金 你如果是一个族群的话 比如散热模组这个族群 你出来的资金不是一两亿啊 那个资金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必须要寻找 类似像这样的传统产业股 大家明白老船长的意思吗 当然我现在讲你们 不认同 没有关系 我还是要继续讲 因为我说过我做节目 不是要做给散户认同的 就像我在讲散热模组的时候 你们也不认同啊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还天天讲 你们现在认同了 对不对 哇真的耶 都创新高了 哇老船长好棒棒 我们赶快来追高 追高是你的事 跟我无关 我早就讲了 我不是今天才出来讲散热模组的 这个所有的观众 还有神明可以帮我作证 那我现在也要开始讲了 我说这个资金 这个逻辑你们听懂了 会来到这里 你也是不认同嘛 等我注意要 等我开牌的时候 你就会认同了 这样大家明白吗 那这个钱你赚不赚 看你自己 至少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今天看到我的节目 我讲得很清楚 散热模组我们出掉了 我们转到传统产业 我交代得很清楚 你有没有跟上我不管 因为你不是会员 你没有跟上很正常 你也不要抱怨任何人 听得懂吗 我当初就跟你们说 用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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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门槛 让你怎么样 来跟我们一起操作 你看这个节奏 先散热模组 再传统产业 你有没有这样跟上来 下面 你是被动元件 那就是这种节奏 还要讲什么 讲完了 对不对 因为当散热模组的 最强的族群的主力 大户都出来的时候 各位去想 人家一看 电子股插头的 最强的散热模组的5G 因为大盘成交量不够 所以大家要轮涨 那边都出来了 你那个在地上的电子股 我们死不下 那个会跌更凶 人家这个是涨多拉回 对不对 你那个可能破底 那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去想 钱它要找到一个出口 对不对 它会去哪里 排除掉金融股 我认为就是这里 那你说生计股呢 你可以去嘛 生计股就是已经 涨蛮高的 你要追 它就跟金融股 是一样的概念 那传产股这一块是 投资人最不熟悉的 因为你们已经不把它当股票了 懂吗 如果是金融股跟传统产业股 我们硬分啦 就金融股你是 算是另外一类 传统产业股 你就算这一类 好 那如果你硬要这样分的话 那你说你不把金融股当股票 我认同 因为这么多年几十年 做金融股的 当然没什么好下场 只有最近啦 张银这样不错 真的很棒啦 啊涨完啦 你要去 接最后一棒吗 连你都不愿意 对不对 你觉得这些主力撤出来 从电子族群 撤出来 我再讲一次 他们是不得已要撤出来 因为大盘没有量嘛 所以他们只好撤出来 撤出来当然是以 价位最高的最强的族群 散热模组嘛 到什么 到那个既不是金融股 然后呢又是大家没有的 然后怎么样 进去买又可以买在底部的 传统产业股的底部 跟电子股的底部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哦 电子股你现在看的底部 我认为它会破底哦 尤其是被动元件 你要小心哦 但是传统产业股 它那个底部 已经是金刚底了 你听得懂吗 爺爺不疼 姥姥不爱 大家都怎么样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了 那种筹码多干净啊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今天叫做第一天 我的会员下去 它会涨几天 大家先不要预设立场 你就等着看 看接下来这整个盘式的变化 是不是像谷海老船长所分析的 我相信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分析师哦 他的分析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就算有一定是跟在我后面抄我的嘛 因为我一定是讲在前面的嘛 哪一个讲在前面跟我一样的 现在开始讲散热模组 今天已经再创新高 还在讲散热模组 那就永远讲讲不完了嘛 不可以这样干了 分析师你一个波段 够了 我们就收手了 换怎么样 换又会接着有可能有一个波段 然后又安全的 那这样子不容易 老船长可以分析到 这个资金的板块的移动 我都讲给你们听了 那如果你认同 那你不认同就算了 好不好 我开牌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不要昏倒就可以了 你如果认同的人 你今天哦 你打电话进来 还有网路上你填表单 但是我先强调 你很有心 你很有心要跟我们一起来大赚 一起来操作这一档股票 你那个我只是来看一看 或怎么样的 拜托不要站线 好不好 网路虽然填表单 我们也很忙 真的 没有心就算了 我这么用心 当全市场都不知道 散热模组会成为 电子股最强的族群 是骨骸老船长一个人 所有人都没讲 就我一个人 人家以为我神经病 就讲着讲着散热模组 果然全市场最强 第一强 大家没有话讲吧 现在也是一样 我跟你说 传统产业股这一档 你当然也是不相信 可是你好好静下来想 这个老船长好像 真的很努力 真的有在做研究 而且他不是抄袭别人的 我们如果真的有心要赚钱的话 绝对不能够跟着人家怎么样 人在吃米粉你在化修 还在被动元件 你现在今天才要散热模组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要做 当然你没有我的会员快 但是我告诉你还来得及 我今天也不会开牌 我不要让大家知道 这一档股票你想买 你一定买得到 买不到你来找我 不是那种成交量只有一两百张的 绝对不是哦 听清楚哦 而且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们 它最大的阻力就是外资 我点你点到这哦 最大的阻力就是外资 所以我认为它会有一个 波段的几率非常大 你有心要大赚的朋友 你才打这个电话 你表单才登记 只是来看戏的什么 千千万万不要浪费 我们彼此的时间五四 不要等我开牌就来不及了 现在开始拨打登记 本红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